这时 楚王妃走过来 对欧阳暖笑道 明郡王妃 燕燃这个孩子 我是没办法了 她一直都不肯来今天的宴会 最后还是被她父王押过来的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她 欧阳暖一愣 却看到那边的萧燕燃 神情露默地坐着 拒绝的话 便没有说出口 她顶顶头道 好 我尽力而为 她向林元新打了招呼 便到萧燕燃身旁坐下 萧燕燃看到是她 眼里一瞬间有泪光闪过 却终究归于沉寂 那些人 燕燃一个也不忠意吗 欧阳暖问道 萧燕燃神色落寞地摇了摇头 欧阳暖心中突然对这个天真的少女感到抱歉 却又有一种无可奈何 她道 不用着急 咱们慢慢参想 必定寻一个最好的 才配得上我们的燕燕燃 萧燕燃道 你看他们 一个个 都那么谄媚 他们娶的不是我 是燕燃郡主 欧阳暖自是是个铁石心肠的人 可听到这话 心中不知为何 竟然有瞬间的柔软 她淡淡笑了 你喜欢绝儿那样的少年英雄吗 萧燕燃昂首 眼里闪过一丝从未有过的光彩 乃儿大丈夫 就当如欧阳将军那样英雾 你看对面那些人 一个个面如腹粉 全都是绣花枕头 不要说与欧阳将军相比 就连我的哥哥们他们也比不上 欧阳暖笑了 低声对一旁太简道 去请明郡王来 看到萧崇华慢慢走过来 萧燕燃叹了口气道 唉 姐姐 我崇华哥哥生得这么俊 你可要看好了 欧阳暖笑道 她若什么心思也没有 我又何须费心 她若已经起了心思 我看又如何看得住 萧燕燃的脸上就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欧阳暖知道 此刻的她 还不能体会这话的意思 也不多做解释 只对萧崇华道 燕燃说 男儿应当文武双全 这些公子的笔墨 她已经阅览过了 不知骑射功夫如何 萧崇华看了看萧燕燃 点头道 何妨一事 她命人去向萧亲武说了几句话 皇帝笑着点了点头 算是应允 萧崇华便挥了挥手 命人取来一弯弓 帘子一线 对面的人尚未完全反应过来 萧崇华一时迅速搭弦弯弓 箭在弦上 双眸微眯一线 手指轻轻一松 一声尖锐的呼啸 厉剑刺破空气 朝他们直直飞射而去 事出突然 所有人都惊呆了 此剑去世强劲 甲带着灵力的风声 立刻朝对面郎柱上直射而去 郎柱下 背着三四名年轻公子 大多数人不明就里 早已吓得傻了 有人面色苍白 慌忙往旁边躲避 有人更不成样子 慌忙拉过一旁的工人挡在身前 萧嫣然在旁边轻轻吃笑一声 微微摇了摇头 欧阳暖暖 欧阳暖一蹙了眉头 萧重华那只剑依然汹涌破人 瞬间 不知从何处 出现一个身着蓝色紧袍的年轻人 他飞身而起 掀起身旁的矮鸡挡开了剑 身子一旋 轻轻悄悄落于地面 他的动作极如闪电 一旁工人早已看得目瞪口呆 见他稳当落地不由雀跃 一时欢声雷动 所有人都在欢呼 萧嫣然脸上显现出震惊之色 欧阳暖在看到那么身影时 不由头痛 老天爷 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回来不好 偏偏在这个时候 果然 就看到萧嫣然对自己投来哀求的眼神 欧阳暖叹了口气 掀开帘子走了出去 绝儿 那边正在欢呼 没曾想 帘子后面走出一个轻力绝俗的年轻女子 而刚才那蓝袍年轻人一看到来人 顿时露出惊喜的表情 悲快跑过去跪倒在他脚下 姐姐 看到多日不见的弟弟 欧阳暖眼中隐隐有一丝泪花 却竭力忍住 勉强回头道 回来怎么不告诉我 萧崇华微微一笑道 这是给你的惊喜 惊喜 这是惊吓吧 欧阳暖称怪地看了他一眼 眉眼之间尽是无限风情 不止对面那些没见过他的人惊叹 连硝烟也是盯着他 欧阳暖肃静的面容里 带着一丝不容忍拒绝的独特美丽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一个已经得到的女人 本不该再引起他的注意 事实上这段时间以来 他也是这么做的 可就在他以为自己快要将他遗忘的时候 猛地看到他 才发现自己没有一刻是将他忘掉的 欧阳暖此刻沉浸在见到欧阳爵的喜悦里 只顾看到弟弟细长的脸 高挺的鼻梁 微微颤动的睫毛 和眼里闪闪发亮的情绪 他看着他 不觉叹了口气 回身对着一直躲在帘子后面 红着脸的燕燃郡主招了招手 欧阳暖笑了笑 对欧阳暖道 她是谁 显然 他根本没有记住这个对他方心暗许的少女 欧阳暖顿时笑了 这位是燕燃郡主 欧阳爵看了看这个小女孩 进他一席夜地月华裙 身上是一副嵌宝的金项链 上坠有红 蓝宝石 珍珠及绿色翡翠 还配有一套耳坠 头上也是一世十六件的嵌宝金簪 围绕在中间的一只碧玉凤凰 十分娇俏艳丽 他突然笑了 傅儿对欧阳暖道 看起来 像是个五颜六色的灯笼 萧嫣然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这句话 嘴巴鼓了起来 气氛微妙地有些尴尬 欧阳暖见到两人如此 明显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不由肃穆了口气向他问道 怎么突然回来了 欧阳觉到 姐姐 我还有正事要做 稍后去燕王府向你解释 欧阳暖点了点头 看他快步走到玉街前跪倒 陛下 南兆新帝派使者送来和书 请求两方停战交好 南兆新帝 欧阳暖一愣 随即心里起了一阵涟漪 是萧天叶 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 久到连他自己都快想不起来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并没有彻底遗忘这个人 现在他还能清晰地记起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先回去吧 萧重华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 欧阳暖一争 这才拉着萧嫣然回到座位上坐下 萧卿武道 让使者上殿来吧 南兆使者名叫董锋 白白胖胖 高身两 宽肩膀 五官端正 眉平 鼻直 嘴正 看上去很是忠厚 他出身官宦家庭 祖父曾任内阁大学士 自幼与皇室来往密切 又是秦王的亲信 非常熟悉诸王与皇室的关系 秦王一死 他看准时机 与晋王世子萧凌峰一起投奔了萧天叶 一年征战 他在边境打出了六战六截的战绩 萧天叶登上南兆皇位后 着升他二等军功士职 领中领大将军衔 只是这样一个人 对萧天叶来言是忠诚 可是对大立朝来说 却是一名叛将 居然还封了中勇大将军 真是带了一种说不出的讽刺意味 对大立朝来说不出的讽刺意味